警方正在清点冰层里的失踪男尸 水之下一刻 尸体喉咙居然发出凄惨的嚎叫声 这就是2024年最新上映的犯罪悬疑神剧侦探 该剧绝对是众多影迷心中的标杆 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故事开始于阿拉斯加的高山之巅 一名猎人抬起猎枪 对准了远处正在休息的驯鹿 忽然一抹阳光照耀在冰原之上 这群驯鹿像是受到召唤一般 开始举足狂奔 竟然毫不犹豫地跃下深不见底的悬崖 当黑暗笼罩大地 在尼斯小镇旁的北极科考站内 六名工作人员正如往常一样工作娱乐 忽然有人开始全身颤抖 画面一转来到三天后 一辆步骑车驶进了科考站 司机大叔喊了半天没有得到回应 他只能亲自跑进去查看 谁知里面竟然空无一人 隐约间只有一道黑影掠过 餐桌上的食物没有收拾 电视机还在播放节目 司机大叔疑惑地四处搜索 直到他在桌子底下发现一截人类舌头 小镇警长丽兹很快赶到现场 二话不说先是暴力关掉颇造的电视机 随后才开始仔细打量四周的布置 失踪人员的手机全在这里 说明他们并不是外出执行任务了 根据食物的新鲜程度 丽兹断令这些人已经消失48小时以上了 他建议立刻派遣直升机 对周边区域展开搜索 接下来就是那块诡异的断舌了 上面的划痕像是常年铁石鱼线留下的 说明他的主人是当地的原住民 现有的线索存在许多相悖的地方 丽兹希望能有更多的发现 走进一间实验室时 意外看到白板上写着几个大字 我们都得死 这让看似简单的失踪案件 再次蒙上神秘面纱 丽兹等人带着满腹胡衣回到警局 却不想办公室里有个人已经等候多时 对方的名字叫做伊万杰林 六年前接手过一个案子 一位原住民因为抗议当地矿产开采而惨遭杀害 为了避免卷入当地势力的利益之争 新来的丽兹警长将他调制成为弃警 剥夺了继续调查案件的职权 不过伊万并未因此放弃 这么多年来 案中搜集了不少线索 直到刚刚听说在科考站发现一根断舌 他第一时间跑过来询问状况 因为六年前那名被害人的舌头离奇消失了 伊万本能地觉得两起案件存在某些关联 这句话倒是提醒了丽兹 只见他立刻取出当年凶杀案的卷宗 被害者是位叫做安妮的女性 全身上下有32处利刃伤口 利兹复盘了所有资料 除了断舌之外 他还发现了一个跟失踪案相关联的地方 那就是受害者安妮的同款外套 居然出现在科考站的一位队员身上 说明两个人的关系可能不一般 与此同时 一位叫做罗斯的当地猎户 意外看见一个本不应该出现的身影 因为对方是他去世多年的丈夫 罗斯的脸上没有半分恐慌 竟然跟着丈夫缓缓走向冰层深处 没过多久 奇怪男人停下脚步 居然在雪地上表演了一段诡异的舞蹈 随后他就抬手指向一个地方 罗斯放眼望去 下一刻便点燃了信号弹 原来他找到了失踪的科考人员 利兹和伊万匆匆赶到现场 可看到眼前诡异的一幕 琪琪愣在了当场 坚硬的冰层上露出几张猙獰的脸庞 他们临死前像是经历了极为恐怖的事情 脸上的绝望和焦急 被瞬间定格成冰雕 更加诡异的是 这些尸体全身上下未着寸侣 衣物被整齐地摆放在不远处 利兹发现有个人的额头上印着诡异符号 正在差异时 一旁的尸体忽然发出沙哑的嘶吼声 突如其来的一幕 连从景多年的利兹 都忍不住心中打鼓 于是立马找到学校里的地质学家 对方曾经跟科考战友过短暂合作 他想知道那些科考员到底在研究什么 地质学家其实了解的并不多 合作时只看到他们一直在挖掘冰层里的微生物 说是要探索地球的生命起源之谜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奇怪的课题 不过地质学家却被排斥在外 没能参与其中的研究 而奇景一万将报案的猎狐罗斯送回家时 得知是死去冤魂指引的尸体位置 他并没有表现出丝毫差异 因为住在地球极端的原住民 经常能看到一些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 日积月累下来 他们早已见怪不惯 罗斯认为自己的丈夫之所以出现 不是想带自己离开 就是要透露某些信息 不过谈起冰尸额头上的诡异符号时 罗斯难得表现出了些许慎重 他说这是比冰层还古老的图腾印记 一万的心中顿时异动 他记得六年前凶杀案的被害者安妮 身上也有一个这样的纹身 此时那几具冻尸已经从冰层中挖了出来 利兹安排了一辆铲车送往室内溜冰场 准备等尸体解冻后 再做进一步研究 根据现有的冰山轮廓 他们只数出五个脑袋和九个胶杖 至于里面还包裹着什么 也许得等到明天才能知晓了 不过人类遭遇压力骤僵时 会导致耳膜破裂 地位也会让他们产生幻觉 从而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自残行为 这也许就是他们表情如此猙獰的原因 年轻助手推测 说不定是北极熊闯入客考战 让他们惊慌失措跑到外面避难 至于那具冰事的嘶吼反应 应该是肌肉组织的条件反射 利兹赞赏的点点头 不过在拿到确切证据前 一切猜测都只能当成假设 年轻助手觉得有道理 翻看撕着手机时 无意中发现一条视频 正是那位叫做克拉克的科考员 神神叨叨的一起画 紧接着灯光突然熄灭 难道他们在室内就遭受了袭击 然后凶手再将尸体运到了外面 接下来两人开始走访 跟科考站合作的后寝公司 从送货的司机大叔口中得知 那位叫做克拉克的家伙最为古怪 好几次都光了身子 在冰天雪地里狂奔 而且胸口上还有个螺旋状的纹身 丽兹心中大喜 查询克拉克的信用卡消费记录 很快找到了六年前给他纹身的师傅 对方发来两张照片 原来克拉克正是按照 安妮身上的样式文下的图案 这恰好跟之前两人穿着同款大衣相吻合 原来他们在六年前就是情侣了 如此一来 在科考站发现安妮的舌头也能解释通了 既然两起案件真的有所关联 丽兹主动找到伊万决定一起合作 因为对方了解许多安妮凶杀案的资料 两个人一起来到科考站 仔细搜了一遍克拉克的房间 并未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就连那件同款大衣也不在衣柜中 不过伊万却是另辟蹊径 既然克拉克和安妮认识 那么安妮哥哥也许见过这个家伙 果不其然 当他带着克拉克照片找到对方时 后者十分爽快地表示认识这个男人 甚至还卖过一辆二手房车给他 伊万得到车牌号码后便匆匆离开 他觉得这是克拉克为了方便和安妮约会准备的 作为土生土长的援助居民 伊万瞬间猜到房车的放置地点 那就是小镇唯一的废弃停车场 这里停放的车辆并不多 没过多久他便找到了克拉克的房车 利兹接到电话后 第一时间赶来现场 借着手电灯光 发现里面处处残留着颓废生活的痕迹 桌上放着一部手机 伊万认出正是安妮的 车顶上还画了一副巨大的螺旋符号 更让两人惊讶的是 床上居然摆放着一个人形布偶 就在这时 利兹接到助理的电话 原来溜冰场的冰雕已经融化殆尽 两人赶到现场后点了点人数 发现克拉克的尸体并不在其中 伊万认为对方很有可能没死 以上就是侦探第四季的一二集内容 这两集表述的内容 不仅仅只是案件本身 其实还有利兹和伊万两位主角的生活状态 以及以往的矛盾纠葛 侦探每一季都只讲述一个案子 不过仅靠破案根本支撑不起来 第一集的作用 更多是对人物关系 以及案情线索的铺垫 不但保留了前三季的悬疑推理风格 更是添加了不少超自然元素 让人有种观看极地恶灵家怪形的感觉 但是故事的叙事节奏和腔调 依然是标准的侦探风格 看起来刺激的段落被集中在开头结尾 中间的内容看似缓慢且无用 但侦探系列的神来之笔 恰恰隐藏在这些不经意的镜头里 如果你是犯罪悬疑剧的爱好者 阿琪强烈推荐去看看原片 因为所谓的神剧 他会吸引你一遍遍地重刷某些片段 直到在某个冬夜温暖的被窝里 发现永夜之地不为人知的惊悚真相 最后忍不住发出原来如此的感慨 而且他也不会像其他美剧那样 留下大量悬念到下一季 当即故事当即了结 绝对不会拖腻带水 如果大家喜欢这部剧 阿琪会时时更新下去 结尾还会适当添加一些推理和见解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